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罗密多心经看讲义 今天是从武运 讲义的第几页武运开始 第三页武运开始讲起 最后下面武运 上一堂课中已经跟大家讲到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密多时 召见 召见这两个字也讲完 所以上一堂讲的召见 召见不是在一般的 我们过去的众生之界里面 好像是有一个我和一个所照的一个境界 不是 这个召见就是大觉性体 已经根本感觉到决心的作用 从此以后行者已经完全都在决心的作用 在这个决心中原从此以后 在这个决体上 能现见一切 叫做召见 因为念念之间都在大觉心体上面 它能够担当一切境界的现前 一切担当行 眼耳鼻舌深意 所有一切万法的现见 所以就在这所有一切 眼睛能见耳朵能闻 所有一切众生 所有一切世间之中 它看到都是根本决体的作用 本来都是自信之中的庄严 从此以后在这一念心上 自此不失 视为召见 视为召见 既然赵燕那一切万法 那本来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绝民心体 那都是一个大觉心中所现 就好像镜子现色之时 其实一切种种镜色 哪个不是尽性所起 这正在镜色现起之处 好像仿佛有世界种种的繁心真容之处 但是这些繁心真容之象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根本决心跟尽性的清明而已 就是它尽性的 这本来的自在 本来的自在 所以正在这个上面 所以你感受到 有六根六成的作用 六根六成 所以一切的感受 都是什么 决心随缘现见而已 决心现见一定有 种种的五蕴 好像色寿想行事 过去我们讲到五蕴当下 都是众生流转的地方 所以那个蕴 那叫蛇腹相 那个蕴就感觉到是蛇腹相 但事实你要是站在绝体来看 就如上一堂课讲的 那个圆绝经中讲 它再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周行按移 这个云始月运 你不是瞪着这个云 你感觉到月亮在运 你不是瞪着外面的浮尘幻影 然后在里面做解释 你完全是站在绝体上看一切 你完全是站在绝体上看一切时 过去绝一定能够随缘现见 绝在现见之时 绝黑它一定能够直黑 绝白一定能够直白 绝喜能知喜 绝怒能知目 最初在绝能现绝时 就是色云 那就是色相 他怎么会不知道色呢 所以绝在现绝 必有所目 必有所显 所以他就一定有色相 色本来就是绝心所现的了 但是众生因为背离了决心 从此以后就在这个色中 从此以后被色中的势力 所以那叫阴 从你被他所遮蔽 那叫阴 那就成了阴 本来觉得能够 骗复一切都是决心所现 本来那个阴 那个运叫骗复 就好像镜子照黑之时 举体呈黑 它就能够骗复 举体就是整个镜体能呈黑 但是一般的凡夫 就在这半句上而已 再多的就是一般的外道 也不过就是只此半句 他知道全镜能够做黑 举体能够成黑 但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全色也是什么 全黑也是什么 全然是金 整个黑也全然是金 所以你知道镜子能黑 但你从来不知道黑 原来根本是金 所以他就会打算 在黑的种种感受之中 受黑的种种妄想得蛰复 本来的蛰复是觉醒随缘的骗复 他的扑复复复 却在这个扑复当下 就成了妄想的遮蔽跟遮障 那就叫做阴 那叫做阴 虽然讲到阴 阴好像是有点负面的意思 那事实上这个阴是本来大绝心心 随缘长印 就是好像福德的 讲到祖先 我们常常讲祖先有福能印子孙 他是本来那个印 就是能够辟 能够幼 能够现前 那本来的妙名作用 根本就是觉体的妙名作用 可是你只要不是照见 你只要不是站在觉体上来 请再看 那这一些本来的作用 都为什么都会打算在虔诚的 种种幻想 真会觉得好像就从此这种 这种遮附之中 好像再再启成种种势力 那就在这里面 所以佛门常说 都是妄想 那就在这个妄想上 知道色受想形式 都是众生流转之处的妄想 所以就有一份外道 就在想要断掉色受想形式 在离开这些妄想 离开色受想形式的作用 想要找到一个根本的情境 找到一个大绝的心体 那离开如是五蕴 你也找不到根本的情境 你也找不到本来的面目 因为你要担当那些无印仙天出 都是你本来的情境 都是你本来的面目 当下不是在根本本来的面目之上 却过去因为迷失本来的面目过 他是不认本来的面目过 他还要在另外再找到本来的面目 反而在这边都会发现都是什么 都是心思中 心的思维当下 或言语中的搅乱而已 全程搅乱 那种心境不是直下担当的 那种心境不叫赵剑 那种心境不叫赵剑 那种智慧都是什么 都还在追寻 都还在寻寺之中 寻寺是从哪里来 寻寺就是根本还不见得 还不见到 见不到真正的道理 所以就在寻寺当下 但是要是只此寻寺为究竟 那旧城外道 只此寻寺以为是必竟 那都叫反复 那全程反复 那你回头当下 那似乎当然就有寻寺 因为过去就在这种事例上 打散再出去 将来回头的时候 因为既然打散再出去 过去业力就比较深厚 业力就是你 永远在这边产生一种习惯性 惯性性 所以你要能够把这些惯性性 从此以后改变过来 从此以后在你心中 把整个惯性性 整个起敌 心境 那需要一段 就是行者 他要是念念懂得 回光的这种毅力 这种决心 正在回光 跟回头当下似乎好事 有所寻寺 但是毕竟是佛门行者 毕竟是讲在大道上的行者 他的寻寺也在哪里寻寺 他的寻寺也就像上次师父讲的 他是在六祖那一句 本来无一物上 所寻寺的 他是在根本 就是这个 何处惹尘埃上面 所有种种去死 那我本来无一物法中 我怎么还在追逐上面 才在寻找一物 过去坐在种种感受上 那足于种种物象 已经是吃 现在回头当下 你还在心中 你还在别寻一物 那还叫做谜 那还叫做谜 所以念念之下 直下担当 知道原来现在的 决体现前的一些感觉 过去让你流浪的生死种种幻影 一切感受当下 你只要直指它是 本来的面目 直指它是你的根本 大觉性体 这种叫做寻思 所以这种寻思 最后眼前的 一切过去的感觉 一法不争 一法不解 都还在 可是他能够打去 做过去众生的望见 他看到就是什么 根本清明的决体 看到根本清明的决用 那再说感受 你会不知道感受吗 当然知道感受 再说种种境界 你会不知道境界吗 当然知道种种境界 像站在镜体上 你不知道种种 青黄赤白 种种颜色吗 当然清楚 你会不知道原来 镜体随缘之时 再青再黄 它都有一种气氛 它能够使镜 能够显现 托起青黄的 种种气势吗 你当然知道 那就在这些气氛里面 人家分别 人家过去的色受 想学识一些无欲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大觉心体 随缘的根本 本来面目 真如本性而已 都是他的真如本性 如果是觉体 不能起如是做 不能起如是性 这个觉体就叫做不觉 就不能觉 觉在照黑之时 就好像镜子照黑之时 它不能奋起 不能脱起 种种黑的境界 那镜子就不叫镜子 它不能照色 就不能较劲 觉心不能 觉一些万法 就不能叫觉 觉心正在 觉一些万法时 仔细思维 它就是觉心 它就是一个觉 你感觉到 觉心在现觉 其实都是一个觉 但是就在 如是一个觉中 它却能够起成 觉在现觉的 种种作用 这就要做性起 这种性起 它自然从性 能够现性 从法能够现法 所以在这个上面 众生总是 就在这里从此以后 因为不认 不知道 迷失如是智慧骨 不认自己 本来面目骨 就是从此以后 它不住在 本来面目上看 它不是站在 自己的根本 大觉性体上 它在看一切 所以从此以后 就要失去 打散在 起成幻觉 打散在 种种五蕴中 所以这里面 尤其是新经 讲到 照见五蕴皆空 它就不是像 过去凡夫所谓 照见五蕴皆空 在凡夫的意识里面 是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整个五蕴体上 它就是 一脚推开 它就是什么 它根本不存在 它是一点都不去认的 不再向它去担当 不再向它去提领的 那这种是完全的 就是一分为二 从此以后 辟离的 那这个都是什么 这都是外道之间 那完全都是一般 凡夫之间 行者是知道 什么叫做 五蕴皆空 什么叫 你要知道原来过去 五蕴是希望的 凡夫讲的五蕴 是使有如是 五蕴的作用 有五蕴的势力 所以那个五蕴 变成什么 变成造作相 那五蕴的造作 是希望的 决在献决 哪有造作 可是献决之时 你就感觉到 好似有那个势力 你就躲在 这希望的势力里面 说这个 是希望 它不是说 具体把它的信用 拿掉 说整体虚妄 你把它的信用 信体全部拿掉 大决根本 决心从此以后 也成断面 都成断面 那这根本就是 决心所现的一切感受 决心现 绝实 那叫感受 决心现 感受 就是一个绝吗 这中间 哪有所做 你却在 绝在现绝实 你却躲在 后面的 五蕴的所做之中 那本来就是虚妄 就好像 眼睛见色 免了一眼睛见色 那都是眼睛本来的作用 可是在你眼睛见色当下 你突然就被眼前的近色 眼睛所见的 种种境界的颜色以后 起成祸着 那种祸着就在你心中 好像起成种种的虚幻的 那种迷闷 虚幻的那种 这个精神一恍惚 就融入在那里面 叫恍恍烟 呼呼烟 就融入在其间的 恍恍惚惚之中 那叫虚妄 你连觉的恍恍惚惚 那都是什么 那都是大觉所见 因为在色之中 在感受之中 就有如是 恍恍惚惚的种种作用 所以众生 迷在恍惚当下 你就以为什么 以为先前所见的一切色 是让你流浪生死的根本 所以最后 你想要灭色 然后找到亲戚 那灭色 那也就没有绝体 灭一切感觉 也就把绝体断绵 那灭的灭 是你那个虚妄 那个恍惚 那个自己以为 真有如是力量 自己在这个中间 感受到好像 唤起如是势力 那个叫做虚妄 那才是真正讲的 古运 色运 一切运 那真正的虚妄 所以你看讲义 古运者色受想行事 也 色受想行事 这也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 那先大概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色受想行事 执爱 古人云执爱 执色 你看到有执有爱 心中能够去量的 能够去思维的 那都叫做执爱 都叫做执爱 这个爱是 从一个石头 一个怀疑的 从一个石头 一个怀疑的 石头是什么项 石头在世间中 它是 阴中之阳 阳中之阴 在石头上面 它就是阴中阳 阳中阴 阴中之阳 阳中之阴 所以它在那边 彼此遮障 在阳中之阴 好像就被阴所障 在阴中之阳 好像被阳所障 所以就在这里 交给阳这个石 所以就好像 它就是什么 成为一个障碍体 就在这阴中之阳 阳中之阴 从此以后 你会起会怀疑 它到底是阴 是阳 就在这个上面 你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体 是阳 那就像如世间的石头一样 跟石头一样 就产生种种怀疑 就在这个怀疑之中 那就形成 诸爱 形成种种障碍 世间也是 就在这个世间像中 石头 它就能够形成种种株障 也能够形成种种障碍 所以这叫做爱 所以怀疑也 那直是什么 感行 只要感到这道有形状 那就称直 直爱 明色 那就叫做色 你那为寿 你那为寿 你这同寿为理 能够心中能够体会 同寿 感觉 那同寿为理 收存为那 那从念念之间在心体积聚 在心体收存 就叫做那 你那为寿 在取向 冥想 在念念还在这边不断地趁前追逐 一直在这边 既然有你那收存 于是决心就在下面开始什么 就在那边不断地取向 因为有你那 有收存过 就在取着 就开始取着 你发现决心就是如此 最初它一定能够感行 那叫做色 就在感行上上面 从此在形状以后 从此以后一迷 又失去了体 到底是体 到底是象 就在这里 起成仿神 那就成杖 就成爱 叫做直爱 那就是明色的最初 就是色的最初 就在这里 仿神当下 就开始从感受 就是形体的感受下面 不断地拧拉 不断地拧拉 不断地在上面捧受 不断地在上面 不断地吸收 结脊 不断地在上面 不断地吸收结脊 那就是领纳 然后就在领纳下面 你会发现 心体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象 既然有领纳 有不断地收存 就逆拧在上面 掘取 向外掘取 就是取向 明想 所以这个想字就是 向在心 心常就足处于向中 向就是想 取向明想 然后就在这个取向当下 就形成造作 从此以后 心体就会在这个取上 从此事例 变成行为 变成造作 造作民行 在造作上 从追逐这个造作 然后随取造作 各有所觉的 各立 种种感受 那叫做 了别为事 各立种种感受 了然 别向 分别 也叫比分别 分别就是别向 安利 别向安利 那叫事 所以这个事字 这个意识的事 在中国字上 从一个言 从一个音 从一个歌 从一个言 音 歌 整个分开 其实它也就是什么 它就是体像用三体 它能够成为事 言就是发宣为原 大决心 本来就能发宣 发宣为原 可是用在世间 它就已经变成什么 变成世间的 种种的意境 现前 叫发宣为原 传遍 能够传达 变化为因 传遍为因 那 觉体之中 它既然能够发宣 所以它就能够 入一切法 入一切像 那个能够入一切法 一切像 那就是大决心体 它本来能够 大化的根本 正在大化根本上 你随着话末说话 那已经失去大化 那用在世间 那个意识 就是随着 大化的 化的末少 它不是在大化之始 说的那个根本 信中的那个大像 那个像是大化之始 决心一定能够入一切圆 但是入那个圆 那叫什么 那叫做初心 那是心正在 正在面对原始心中 本来它能够 应援的亲近 它能够随缘 能够启成大化的 本来的妙志 可就在如实化中 你却马上 坐在化的最末少了 那末少就是什么 末少就是传遍 传达 那就变成意识 那就变成意识 然后就在这里 于体上能发现 发现之处就是传遍 所以体中能够现前 现前能够得体 就在这里 从此以后交真 从此以后交真 因为交真故 所以体相 从此以后 但你心中 又开始足相 体相本来的作用 清静的妙用 荡然无存 那就开始种种足相 所以叫做交割 像交真 交割一样 不断地在地边 叫交真 所以这才能够 启成种种了别 因为才能够交割骨 能够交真故 所以在一切法中 才能够什么 启成了别 才能够启成了别 决心的决体说 若是不能有如是作用 它不能够现如是的作用 它也不能够成为一切 意识的感受 意识的现前 它就是能够如是交剂 虽然讲到性体最初 是入一些万法的根本的亲民 但是这个亲民 它一定什么 它一定能够随足所缘 一个打起罪末 你只是永远站在万法的亲民 不能打起罪末 那也不叫做大绝 那也就好像镜子 永远只是站在那边照色 它不能显到色的最背景处 那也不叫镜子 镜子全体现前就是镜色 所以就在镜体现镜色时 镜色当前 你会发现好似就有如此的变化 发旋为言 传遍为音 然后就开始不断地就在这边 争辩交割 炫起种种势力 就是种种炫祸 种种势力 那过去不懂它是炫祸 真的一种时 你就感觉到 虽然觉情随情 有这些摇像 摇动之像 但是摇动之像都是什么 都属于原辩 要不有这种摇动之像 还不能够什么 现前种种意识了 所以你不敢担当 那个摇变之像 就是摇 摇动的摇 不敢担当那个摇变之像 那还是什么 那还是根本不认根本 既然你根本不认根本 就算你能够避开那些变化 那将来还是什么 将来还是受变化势力 最粗躁的 最粗躁的势力 所束缚的人 你要真正如何 真正涌脱一切世间 烦恼的势力所缚 那是照过 原来一切世间烦恼 其实都是大觉性体所限 一切感觉的烦恼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望见而已 甚至于连五蕴 五蕴的种种势力 你觉得有那种感受之中的蛇腹 就好像镜子照射之时 整个镜色 就好像蛇腹在镜面之上 那种蛇腹的感觉 其实都是镜体所限 连蛇腹都是镜 仿佛你感觉好像有种种作用 有二 但是这个二其实就是一 它不是镜体的 根本不变的 镜性的恒一 哪能够启成种种 随缘的色变 它不能启成色变 所以在所有一切随缘的色变当下 其实就是你根本不懂得镜体的恒一 所以古人悟到此处 道家悟到此处还叫见读 道家悟在此处还叫外悟 所以不在物像上面说绝了 一些全物是绝 你要是真正懂得镜体的人 看到一些镜色的作用 那全色都是镜 全色是镜 这个人一定不备于镜色 不会离于镜色 不会避于镜色 避开镜色 但是你全色已经迷失了镜体 那你见色之时 那叫做备于性 全备于镜性 备于镜性 那是完全不同的 你要照见镜性 那你一样看色 依旧照色 那你追逐一色 那就不见得你还知道实际 就不见得你还知道实际 所以一些烦恼的一些根本 其实就是心性所起 你觉得烦恼当下都是大觉所见的 你永远坐在烦恼之中 在想这个觉 你永远不是站在觉醒之中 看它到底是什么 所以叫做云始月运 终行爱业 所以那不叫照见 那也不叫照谱 所以这个叫做根本 佛门之中的根本 是要你照见本 要立本才能叫忠 达本才能叫忠 你不是达本 你在说烦恼上 说断烦恼都叫什么 盲修瞎恋 你不知道达本 在说念阿弥陀佛怎么样 都叫盲修瞎恋 我觉得一定要去阿弥陀佛 西方圣进 但是听你所言 说的念佛 虽然感觉到念佛 有如实的致诚恳戒 但致诚恳戒都是属于什么 属于现在红尘之中 磊落众生心中的 卑微可悲的 种种心中攀缘的意识而已 祈求祭祀 祈求寄托 祈求一种拔击的 这种卑微的意识 那绝对不是一个 真正懂得心性 当下就在决心之中 当下提灵 当下担当 他当下知道 就是以心在异心 以觉在硬觉的 种种心性上的 种种的作用 传递 你念一句圣贤 懂得是心的人 他当然会假记 世间的种种圣的名字 他当然就相信 他将来就是什么 就是他心中的成就 他再说念什么一些佛 他都不会在 都不是什么 不是世间那种委屈的心态 那他都做什么 将来心中 必定能见 必定能成就下 所以他才能见到 一切迷象之中 心中不迷 因为不迷糊 所以他才能够 起身方便 在一切世间迷象之中 都能够立自己的方便 为自己接引 眼睛常常见到大山 他知道亲近大山 心中就能长样 大山的高远 所以他能够懂得接引 这个人懂得 决心之中的接引 所以他能够什么 走到世间 一切弃世间之中 去亲近大水 他也能够相信 大水就能够什么 就能够传递他心中 那种浩瀚 那种流长的心中的 那种包容 所以他进一切相 都是看到 心性之中的成就 那不是那种委屈 你讲到那个委屈相中 还想说 你不知道念佛 你还念别的 那叫盲修瞎念 你懂得这样念佛 在委屈相上念佛 也叫盲修瞎念 因为修到最后 你会发现 永远是什么 背于心体 背于心性 只要是背于心性 那大致度的就讲 这一出你纵然是用到 世间人所说的 尘性 这样子 支撑梗箭念佛 一心投往 但是毕竟在心中 是委屈相互 你念旧以后 还会变成什么 念旧以后 就好像变成了 那个皇帝 这个眼前下的臣子 念念之间 那臣子念念之间 都懂得理尽于王 因为越理尽于王 他就越不敢冒犯于王 越甘心为奴 他根本不相信 自己能够担当 王的功德 王的智慧 所以这就变成什么 这就变成了 永远越来越 越理尽 反而越来你心中 越背离 越离越远 远到最后 你自己都怀疑 佛教其实跟其他宗教 其实差不多 只是我们的阿弥陀品 别人的宗教的神明 更高干一点 高超一些 他们比神明了 十一观道比 无极老母 比释迦摩利佛高 我们比阿弥陀佛 比别人高 别人比基督耶稣 比阿弥陀佛高 我们才开始比神明了 我们叫赛神 我们现在在赛神 那完全不是在决心中见 所以那还叫 王修沙虾恋 既然决心中见 烦恼当下就菩提 哪个不是决心 你站在决心看 看到一切 你觉得烦恼 我觉得烦恼 那个感觉都是绝 都是不敬 我觉得五印 现前那种蛰负 都是五印 你仔细思维 决心它就会有这种作用 决心入到世间 它一定什么 它一定能够感情而动 感悟而动 色 然后在那边 就在色中 随色 然后你会发现 你在色一定要清楚那个色 所以它就开始拧骂 接收这个色的感受 它就有那种 接收那种信号的那种感觉 接收 受啊 然后就在这个受中 它可以立相 在这个相中 它在色中再建立色心 在这个相中建立心 相 它能成想 然后就在这里面 它能够启程 它的作用 它的气势 它干什么 它是不能启程气势 它也不叫法 所以它一定能够启程气势 作用 行 就要这个作用 它能够表达 成功了别 它在作用之中 所有的一切意境 一切意理 是 那决心 如果是不能这样子做 那还叫做决吗 决心就像镜子 这样镜子照黑之时 它就能够感悟 它还能够摄悟 还能够在整体 都变成那个像 那像中你感觉到 就有个黑的境界 能够现前 就流出 行 从此以后全部在行中 随一切感受 你清晰 是 它能够拖起色事 这是你本来面目 你能行 但是什么时候变成 虚妄呢 你就在这些 本来面目 随缘感悟当下 你却随感所感 随物 主物 从此叫做虚妄 那要断你的虚妄体 所以它 虚妄这些体 而不是断了一切 根本的信用 而不是断了根本的信用 所以到了 内言经讲 五因本来真 既然一归真心体 那个就叫什么 那个叫真空 你不能说它无处 所以它不被 我们众生妄想 还有一个空 所执着 你不能说它有作 也不被 众生妄想的 有所行为 所堕落 它超越一切时间 众生妄想的空 有二项 那叫真空现前 真空啊 它不避万物 不会避开万物 那真空不避万物 它也从来什么 从来不会赖予于万物 因为空物 它才能够融于物 不空 它不能融于物 空也不被空所遮蔽 它才真叫不空 再把这个空有 全部清楚 那是真空 讲到这个真空 不是在跟你讲 空有的道理 所以叫讲五因的道理 你真正知道这个真空 你才会发现 行前都是五因作用 那个因 就不是我们过去 讲的生死遮妇 那个因是 大觉必能随缘辟印 的根本的信德 它就能够辟印 它就能够显起 如是事理的根本信德 本来妙体 可是就在这根本信德上面 你说它真的有用吗 依法不利 怎么讲依法不利 大觉心心献前之时 就要镜子献色之时 你能说镜子真的有黑吗 从来都不利 因为不利固 那这镜子不知道黑吗 随缘骗现 但现黑之时 镜子是黑吗 从来不是 假是黑就不能显 它已经是黑就不能显 真若有变 它就不能够什么 就不能够再显种种作用 反而全信 全部的信用都全失 你能现的一定是什么 能现之处 一定是处处超越 处处超越 所以叫做处处随缘 随缘当下 缘起一定是信空 不但能够脱体的信空 信空就是它根本 不多一法 它能够振脱一法信空 所以它所起的缘起 依旧信空 所以缘起当下就是信空 缘既然是缘起 它绝对不是有个实物 缘起当下信空 能够脱体缘起的 那也信空 那事实上能脱体缘起 跟缘起当下就是一点 就是那一处上 从无而出 决心能脱体重重 五阴的缘起 其实五阴缘起当下 就在决心之上 只是决心又名 五阴现前而已 它又有个名字 叫五阴见前 镜子现出镜色之时 镜色就在镜性之上 它不是玻璃 它不是铜片 你不要抓到它 以为它就是在玻璃上 玻璃以前没有色 它不是 镜色之时就是镜性现前时 决心也是 你看到感受现前时 就是决心现前处 感受现前时 你就感觉到有什么 就有遮印 随缘辟印的那种感觉 但是全体的辟印 那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了 你应该知道 全体的辟印 你就能思维 它当体就是 但当体就是决心 你依旧横然什么 包容它 向外流步 所以出 如观音的大悲 同体 那个悲心之中 不会什么 不会堕于万物 路 如如大悦的地藏 地藏就回光 所以地藏 那叫原心 原心为悦 出入二相 清清楚楚 出是由体中出 那叫大悲 所以法法之中 从如是体中 虽然能现法法 但法法都什么 不更立心 所以悲 中国这些 非心为悲 不在上面立心 不立不 所以它才能够 骗力 它才能够骗力 就有点类似 中门中讲的 中门中讲 一法不立 因为一法不立故 所以法法骗容 你要立了一法 我是禅宗 从此以后 你再讲什么净土 干什么 都跟你起承隔月 以后我是禅宗 这个就不行了 那个就不行了 那你还在禅吗 你立了一个 我是禅宗 从这一念 你就立了一法 从此以后 一切诸法都与你成为隔月 都成为种种山头 连这一个都不立 那怎么看你不立 那法法能容 法法能容 法法都不多 那你身是一法不立 所以一法不立处 要看在哪里 要看在法法骗容上 一切包容上 所以中门的功课 你看念佛的是他 拜颤的是他 持咒的是他 你只要说 咦 师父 我们是参战的 干嘛念佛 当头一棒 你立了一法 从此以后 你就跟诸法隔月 这就是生死了 从此以后就剁在生死了 所以大圣佛教 讲到心境 那是讲到最必尽的 所以有很多一些 小圣的地方 搞不清楚的 总是不相信 心体是如此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根本不在心境中参 不在心境中参 所以既然是讲到如此 不是想看到讲的意思 所以讲到 孕者 应付积聚也 孕者 在这里 就叫做暗 在暗 暗就怎么写 暗是用一个门 里面写一个声音的音 音叫暗 音暗 但是用个门 叫做暗 为什么要用这个暗字 门有出入效 在出入之中 你在立这个声音 所以这个音字 声音的音 中国字上就是立日 本来大日所造 人学日在上面立日 九层暗 直接写那个暗字 一个日一个音 就是日 立日 明明大日 再立一个小日 就是暗 足 种种声色 就叫做暗 从此以后暗昧 为什么暗昧 你就逐向所感受 那就叫做暗昧 你只要在镜体上 看镜色 镜色永远是大明 你忘了镜体的那个大日 你随着那个镜色立日 有点像枝间上立枝 你再说感觉 那都叫暗昧 因为那为什么都叫暗昧 从此以后 你在上面会起 有什么幻觉跟幻觉 因为什么 因为备于本顾 备于本顾 你实施 既然一失本体 你一定受其惯例 一定受其惯例 这个不必更说 你只要失于本体 那就受它惯例 你只要在于本体 惯例就消 所以既然受其惯例 那就叫做暗 那为什么不写那个暗 只要写那个 所以我刻意要写在那个出入下 决心的出入 随它你感觉呢 有那些种种传变 那么叫阴 传变的开始 那叫历日 传变 但是你逐那个阴时 那就是暗 那不能传变 那岂是大觉 这里不再讲这么深 只要告诉你 阴者就是暗 富者叫遮蔽 就是遮蔽它 积聚这两个字 积叫包藏 聚叫积 跟落 急跟落 急落 就落下那个落 聚叫急落 所以阴富 积聚 事实上都是什么 都是你决心入室的作用而已 现前写的所有的一切字 都是告诉你 过去众生流转在世界的种种 暗障病患 但是就是这个病患的文字当下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你根本决心的大名 所以阴富积聚过去是病相 懂得阴富积聚这四个字 它却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你归家的九转 变成你治病的神丹 你不懂这个阴富积聚 你根本看不到决心的作用 大决心你本来就能出入 所以它一定能阴 但这个阴就不是过去 我们讲的老是授其事例 众生的心思永远是感觉到什么 就是向外追逐太久 既然向外追逐太久 法法都是什么 都是依他 法法既然是依他 总是感觉到都是由他的势力而起 由他的势力而生 总觉种种势力逼迫 所以讲到因都是种种感觉到其他的势力 行者要在一切过去 你妄想中的事件的感受上的势力 它照过原来都是决心之中 根本的大名 根本的信用 本来是决心的根本信用 是向外流出的本来的大悲的信体 你一米以后全程依他的幻觉 全程依他的幻觉 那既然全程依他的幻觉 那当然从此以后就流转 但是在过去根本一从流转生死的 依他的幻觉里面 行者就是要担当照见根本信中的大悲的信用 大悲就是你不但要离去过去在这个法上的虚望 必想 你还要什么 你不但要离开他的虚望跟这个必想 你还要什么 发明如是信用 你不能断了如是信用 要清清楚楚如是信用 所以那个因就变成什么 那个因就是大觉心体 他随缘必定能够 辟印的绝光 他随缘辟印的绝光 他竟然能够随缘辟印 所以法法他就能缘起来 他就随缘横顺为父 那就不是遮蔽了 横顺就是父 全面就是横顺为父 从此来这边 就在这个横顺当下 他能够长样如是信用 长样如是随缘 是积阳 念念之间随缘而积 但是这个积中是根本 心性之中的本来的包藏 他能够在一切法中 他就能够容 容够那叫包藏 可是宋战却在包藏当下 他是躲在包藏这句话的 最末少说包藏 最末少说包藏时 你已经是什么 你已经是主物了 在主 物想 你看到物想 主物 其实最初就是心性 本来他能够容物的包藏 没有心性的容物的包藏 后面能够变成 主物的种种的包藏 主就是望主 追逐的主 其实物想都是最初心性 本来能够容物的信用 所以这个句 就是大觉心性 他本随缘骗照的功德 根本心中本来骗照的功德 既然是骗照 照还有一个像 镜子在骗照时 静性永远是骗照的 照性 永远是骗照的 可是黑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就是整体现黑 整体现黑是什么意思 就像照样机 你们都会用吧 它会聚光 它会聚光 不会聚光 那叫散光 散光的话 根本一物像都看不清楚 决心就是本来骗照 骗照你说 它是哪一物 哪一像 哪一形 它都不是 非一形 一像 一法 可是给它是 它就能聚光 你在这个聚光当下 本来是信中的作用 它就能聚 可是跺在众身上 你是跺在后上说聚的 你感受到这个聚的势力 或者从此以后 你在这个聚上 感觉真的背负 种种聚的那种作用 从此以后背离了决体 背离了能聚的根本 信中的亲民 你在那个说聚 那当然都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急 急就是妄想 那四地里面讲 苦急灭到的急就是妄想 你不但在那边急 还绝成部落 绝成有所处 原来那边聚 机聚 那本来的聚光哪有 就是信中的作用 那过去在这个信中作用 它一米 本来能聚光的 一米变成了光聚 你说这多妄想 这多幻觉 这真是虚妄 那一灭的就是 你这个灭的这个虚妄 那个五蕴 那叫妄想 如果是你真正作用 是从本来的性命 那个要短 所以他才知道 五蕴皆空 不但是在过去 妄想是希望是空 在根本五蕴桌上 就用上面 都是达绝的真明性体 所以方说信空 也说它是空 因为这个空 是将它什么 将它根本 妙性说空 因为妙性为什么说空 这个空中有广纳向 性就如同空中的广纳 这个心中有清净无染向 觉性如空中的洁净无染 这个空中是一切万物之所以 那个决心是一切万法之所以 那五蕴现结束就是决心的作用是 全部作用等于心 那全部心就等于空 那五蕴就等于空 所以这叫五蕴的作用 再讲到这里面 这样子讲才叫做 召见五蕴皆空啊 我都不是说这样子讲 就是这样子思维才叫做 召见五蕴皆空 这个真的叫做 行身般若波罗密 这为什么叫做 召见五蕴空 因为你都在根本 大觉心体上 所以叫行身般若波罗密 是什么 行在何处 身就是身直在哪里 就是念念之间不离觉体 念念之间不被如是根本的本来面目 你只要真的念念之间不离觉体 念念之间不被自己本来面目 你再看到决心一切过去 随缘流转之时过去的业力 你才知道虚妄啊 你念念之间不被静体 不会背离静体 你念念之间不失静体的本来面目 你再看到静子照射之时 才会知道过去 咦 明明就是静子照射嘛 我怎么会躲在静子之中 受其中种虚狂妄想 那些虚狂妄想又从何而现 你才知道 虚妄妄到足始 如此处 那当然这样子讲你会觉得很迷惑 众生就想迷惑 你说师父你讲镜子我知道 那我现在就在这边 活生生的 这么一大块肉体在这里 这么一大块能动的那个感受在这里 你说我怎么能够体会到达的是虚妄 怎么能感觉这个是虚妄 你追逐这个感觉 老是追逐在一个业惑上面的那个感受 那是虚妄 不需要你看到这个肉体虚妄 肉体是随缘变的 肉体随过去业缘变的 镜子随缘照射之时 他也不说色是虚妄 因为全色是镜 大局心情本来 自己本来面目 本来飞行飞下 但是随你过去的业缘 今天是某某的业缘 所以现身在人间 将来是某某某某不同的业缘 线身在种种其他的六道 可是能现的那个根本的本来面目 他飞行飞行飞一体 大觉心情飞行 不过众生躲在业感之中 他才能够随缘变 行者是站在绝体上面 所以他叫什么 他叫异生生 他是怨立线 既然叫怨立线就是原心线 处处在随缘 虽然随缘但不离原心 叫异生生 他随阅立变现 那明明就是你绝体中 能现随缘的 能现 你却变成了随缘的委屈 就在这一场合处是反复 这有点像刚刚讲的五蕴 是一样的 明明是能现一切五蕴的作用的 你却躲在这个缘线上面 从此以后变成了缘变 本来是你能够现一切缘 你却躲在缘变之中说五蕴 所以那叫可怜 那凡复躲在缘变 那你都还要知道 你能缘变那个都还非种种像 非种种形的 可是你现在追逐如是像 如是形 起成种种幻叶 追逐这种感觉 起成种种执着 就在这个执着上面 你虽然觉得这个肉体是我 你反而在追逐上面 反而更迷于我 当局者 你在更迷于我中 还天天抓着这个是我 不叫虚妄吗 你不是说 你等到将来慢慢体会 一点心中的亲近时 你才知道这一身真的叫做虚妄 迷失 你你也都在这边抓着这个我的感觉 那你说将来开悟以后 就没有我的感觉 讲这种话就是外道 主要在近色之前 你真正知道近体的时候 没有近色了吗 它才能够大明一切色 但是它大明一切色时 还会剁在色中的执着吗 当然不会 因为不剁在色中的执着 所以它才能够什么 如同古人讲的旁观者亲 了然一切 恩莫因缘 所以这才像法华经讲 它知道实乳 法界中的实乳 你眼前看的都是缘起之像 都知道它的缘起 但缘起当下你都超然自在 那叫观自在 你只在绝体上参 处处都是缘起 就好像近色现前才有近 处处现前是都是缘起的 种种近色的真容处 繁心处 可就在这些真容繁心的缘起当下 都是什么 你常住在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这近性的一体的亲民上 这个亲民不爱繁心 繁心具体亲民 那个才是你本来的 你会更清楚什么是我 那你现在说的那个我 你连我都不清楚了 那不叫虚妄吗 当你更清楚什么是我时 你当然知道这个肉身 是不是我 不理我 你会不会执着它是我 你不会执着它是我 为什么 因为它是现前的一元 夜感变化 不单是现在这个肉身是夜感变化 就在这个肉身体上 每天的颜容 面目都随意变的 哪一个有哪一个法是你 你找不到有个地相 有实在一个相是你 你都随意变的 假如实在一个相是你的话 那人就它就不会什么 它就不会有肤色润泽啦 或者是形容磊弱啦 不会这样变吧 有病的时候就磊弱像 无病的时候 得意的时候就显到那种红润像 假如都不能这样子变 你还觉得有我吗 都不能这样变你住的木头 生下来要是这样就永远这样 都不能变 起来你也不会认责 那是木头啊 因为就是这样变才有生命 可是就是这样子变 哪个是你 就在这非你非非你上 在这医学法之中 你不能说它不是 但是你激进之中在这个题上 能够任其繁形 任其真容 那个是你的本来没有 但是讲到那个事 众生就会忘记 老是把离开现前的感觉 找到那个事 我说那个事是包容现在 你在现在要是都还觉得 我要离开现在 你现在要去找 那你将来也找不到 你将来看到的那个 不是还是感觉吗 你永远都不会避开感觉 你现在若是在感觉上面 你都超越感觉 将来你看了都超越 你不是从感觉找感觉 找感觉 从感觉找感觉 还是死在感觉 我想离开这个 那找到另外一个 那个是我 那都在感觉上找感觉 那哪个是超越感觉 这个你都清楚 不动 也无所谓找 也无所谓去 从此以后再向来 你再看到说 有一个不是 那不是也不动 将来你会看到自己 原来他能是 能是一切色 能是一切色也不动 那个决心叫大路 那叫非我 非非我 那心中的亲近 那个才是什么 你那个才叫 不往里人间走 又回啊 那个才叫 真正你找到自己啊 那个自己是 真正能够知音之缘啊 这个知道自己的 知音之缘 哪怕将来 这个疲狼磊弱 败坏之时 这个人心中都无恐无惧啊 他才能够真正 像内言经的 那个波斯尼网讲 他真正知道 此死彼生啊 此死彼生啊 有人就把它讲成 很龌龊委屈啊 我知道今天死 到将来还不会有头身 所以我将来知道 有头身 所以知道我没有死 这个灵士不会死啊 所以我就心中大安 这种解释啊 就是众生之间 就是一般凡夫之间 都是在这个上面 大道体是这种之间 所以波斯尼网 要是只是在这种之间上 他不会列在 我们的内言经 开智慧的内言的 卷首第二卷 他的此死彼生是什么 是你真正住在大学心中看到 你能见到所有的一切作用 这边生 这边灭 这边灭 这边生 知道此死彼生 就在这个生生灭灭中 你看到是超越生灭的这个 从来非生非灭 现前的时候就是生生灭灭 既然知道此死彼生 那哪一个是你 从来非不在哪个身中 哪个灭中是我 但是现前的都是此死彼生 你能担当现前的此死彼生时 那这里面它是不同于一般 世间众生智慧的 它是超越它能够看到一个 本来面目的 它是从此又跳出城中来见的 现前都是前进界 此死彼生 就在前进界中 你看到的是什么 作用 那是波斯尼王所见 所体会的 所以你看到近色 都是此死彼生处 那不是像你在近色 此死彼生处 你才觉得近性原来清静的 因为它此死彼生 它清静不动 它是在此死彼生之中 它发现法法不住之中 能现的那个清静 静静的清静 因为你不能在这个 此死彼生上面 你说它是静的 所以你不会执它为静 所以不会执为它为静 所以你就会在过去的妄知之中 这样能够脱离 在妄知之中脱离 就能够照见本来面目 这个叫真心体 这有点类似我们常常讲的 就是常常讲的中地 中道 中道也是要打本 你不打本 你不在决心上说中 你说的那个中就叫做盲修瞎恋 所以那个中叫南观成北 北观成南 那个中有一个方向的 所以我们讲中 在种种二边之中 持之以平衡 持以平衡 一般的凡夫 非有非空 持以平衡 在这上面讲的 它也不是有 它不是空 取在中间 我也能够担当 不是空 不但不是有 那还同刚刚讲的 众生之见 持之彼生 你还是属于属于身身面面的 它是在种种一切二边当下 能够看到绝能绝空 跟绝能绝有时 都是绝体 绝现前十 就是二 有空有勇 但决定超越空有 因为超越空有 所以在空能持有 在有能持空 才能起对待 但你真的是空 空只能持空 它不会持有 为什么你在空中 能够量有 就是能够思量有 在有中能够思量空 那个能思量的 它超越一切空有 它不属空有 它超越空有 你在这个上面看 空有叫中道 那叫了义 那叫低异地 现前你能够 能够担当一切空有的限量 但是你不是抓在 这个限量之中 取其平衡 取其平衡就表示 你已经被空有所迷惑 你就跺在成像中 这个意思就是 让你念念之间 打那个本 要跟本相比 打这个本就是什么 就是前面讲那个经题 跟观自在菩萨 造情深般若般若 你念之间不离如是性体 哪怕连续阿弥陀 你都知道 那是根本心性之中的什么 焦光 我念佛 我相信如是佛性 我相信如是觉性 这才是净土法门最初讲的 信与愿心三 第一个性 我信有如是智慧 我信有如是佛性 相信佛性 相信觉体是什么意思 相信佛性 相信觉体 那大家当然知道 我心面对大山 大山就是我所面对的觉 那大山所现的种种觉 他会还觉我心 从此以后 他会看到 视线的种种力量的 彼此的呵护 这叫接应 这种接应 是一个行者 智慧的担当 是一种 那个根本心中 那个灵敏 是那念念之间 在智慧上 在自心体上 种种的呵护 那个接应 不是那种种种 我种委屈 从此以后 我小手 等到大手来接 从此以后 我们小手 过去有首歌 我们小手 牵小手 现在时候长大以后 我们小手牵大手 走走走走 我们小手牵小手 我忘记怎么说 现在每个人 小手牵大手 你要说那个接应 就变成那种委屈 小手要整个大手来牵 那种觉心 那种真正知道 那个大觉心 知道佛性 所以他念圣人的名字 都在哪里面 他知道圣人的名字 过去圣人就是什么 开显如是心性中正的 所以他一定具足法界之中 他根本如是法中的信德 所以我再称念他的名字 我就是称念如是法 称念如是名女 称念如是法 所以将来我心中 也能够建立如是智 我建立如是智 才是一个行者 他真正的愿行 他是他的宏愿 所以才也讲到说 真念阿弥陀人 心中要想 假如将来所见的西方 不是弟子自信之中 如实所照 我绝对不会忘取净土 你是真念佛人 不是我心性所见的 不会忘取净土 这种人才是 真知皆引法门 这种心境才会有什么 才会有下中上根 就好像是一个学生 发了必经的愿 他自然就会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 你愿力不必经 愿心不明 哪有见词啊 你不要算一样 他还没有愿心嘛 那我们从剑刺来讲 从剑刺来说 那剑刺慢慢接引他 那个剑刺 我不叫剑刺 那个剑刺还叫什么 还叫启蒙而已 你把启蒙放在剑刺 启蒙有启蒙的剑刺 我说的剑刺是 你真正就懂得道理以后 才能够真正开始起行 那是剑刺 你真正在心中懂得道理 那个决心 所以当然他知道念佛 就是什么 星光相交 所以再也没有委屈相 不过像明天到晚 讲到阿弥陀都是 我们相信阿弥陀要来接 那念的观世音菩萨 念的地上王菩萨 你就不能来接了 因为你不能念它 你就乱了 就接不了你了 不然就是像昨天 你要念了观世音 你念观世音的 你就看到地上王 你不是念地上王 地上王不解 在脚绕 从头到尾就是这种委屈 你真正是知道 原来都是大觉心性的 你念了那个弥陀 你也不是死在 弥陀这个名号上的 就是你真正知道 是心中成就的 你念圣人名字时 你是知道 心中成就 就是圣人的 你也不会死在名字上的 所以你念弥陀 你也知道那就是心 那就是一心 你越念弥陀 你越知道这一心 所以就在这一心之中 你当然能够解释 什么叫做一心中的 观世音 什么叫做一心中的 地上王 因为你懂的都是一心 所以你就会在这一心中看 你不是在这一心中看 怎么叫心生波罗 波罗密呢 就在这一心之法之中看 何谓观世音 像我们品 佛子何一元 名为观世音 你要在这上面问 你要常常起如是意 叫无尽意 念念在这个佛体上面 在你一心之中去问 什么叫观世音 叫无尽意 问释迦摩尼佛 佛子何一元 名为观世音 那佛子何一元 名为地上王 你是在在决体上看吗 在释迦摩尼佛上问 什么叫地上名 这个意思就在决体上 您的体会 原来一切菩萨 都是大觉性体 现前所有一切 智慧德相之中的 名号 当你真正知道这一心时 你就算念地上王 你再念观世音 我也知道它就是讲心境 所以我全部收归于心 那这一念心 现在就在哪里 这一念心就是现在 我正在念阿弥陀佛那里 所以它不但收归于心 也能够现在与阿弥陀处 这叫做真知觉心 这哪会有不同呢 你不同意表示你最初念佛 都不知道是一心 所以我常常讲说 世间上的所有的一切 世间上 譬如说写作画的人 他真正是想要 这个真正融于作画的这种 纯属在作画的时候 用功在作画的知识上的人 他可以融入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环境里面 可是他心思地只有在作画 或者做音乐这种思想 所以他可以融入 种种的差别 他可以看出到差别 都可以融入在他的音符 或是融入在他的色彩 一个世间的记忆 一个世间的智慧 你懂得那一心时 世间的一心就是融入在他所作上面 懂得那一心时 他还能够什么 他还能够在入一切差别项中 在一切意中 他能够正得其同 你一个佛门弟子 你却处处讲种种差别 华言经中讲差别 是叫你利差 显异就显出差别 那个异 别异 显异是为见同 因为它都是一心 一心所出之法 说同说异 都是心法 所以既然都是心法 异中必定有同 同中必定有异 那异中没有同 那在异都成差别 决心断裂 同中不知道异 同就永远在那边同 不知道了别 那叫汉顿 根本没有作用 所以它一定显异 直同 再同显异 这里面才有什么 才处处生机 处处盎然 处处烦心 决心才大名 不然哪有决心呢 这都是啊 很多世间人 不知道心股 在上面 不但妄说佛话 以为净土 但把净土 讲得支离破碎 以为净土 把佛门大教 讲得就如同世间外道 然后自己 又号称自己是 底世主 快要到底世主了 这个意思 不是师父不要说 你师自然一天到晚 年轻 我其实已经不年轻 我现在为什么敢吗 因为我也老了 出家要有十年老和尚 那是因为告诉你 假如所有的人都无讲话 无习仰间 所以到大波涅槃经中啊 释迦摩尼佛 对什么菩萨讲 若在末法院的天魔幻法处 这个人为 正法正臂而哭 我说是人 真报佛恩 不敢讲 做暗昧 将来生生世世到任何地方 因为到任何地方 旁边都是不敢讲 那你今天不讲 让人家堕落 将来到任何地方 别人也不告诉你 其实那些都是错的 那你就在堕落 在委屈向中啊 就在流转 讲我们也不是败坏讲 就是为正法讲 所以说三百毛刺心 事实上就不是那样子 就不是那样子 叫做净土 你越想要把净土的法门 中讲得支离破碎 所以讲到一切怨信中 讲到若闻我名 就能够往生 大家都讲到若闻我名 我不相信若闻我名啊 可能能够若闻名字 它就能够往生吗 它讲得太怪力乱损了吧 那佛教中心都讲这个啊 所以跟基督教没有两样 基督教也是说 你只要信他 这就得永生啊 佛门不是若闻我名 就能够往生吗 那有的人就开始变了 就是要闻阿弥陀佛的名字啊 你只要有诚心信心 你坚定要相信他 阿弥陀佛就来接你 你要相信 因为你不相信 所以你叫做业障众生 业障太重 不信 你讲的半天 你也是大业障一个 你还是在这个上面 不断地追逐 尘相 逐相说法 一般外道就是逐相 所以没有道理 佛门说心 既然是说心 全相是心 哪个相不是心啊 所以有一些作用都是心啊 若闻我名 你知道是心识 你要深圳都在心性参识 若闻我名 行者若闻 如是四字 心中大悦 为什么 若闻我名就是什么 你感觉 感觉你亲近大山 因为你亲近大山谷 那个大山的名号 走进你心里 跟你心性相通 那叫若闻的 那叫闻的 闻达 你绝对相信 佛性就是如此嘛 我心中若是有大山的名字 从此以后 我就是大山的气势 这叫闻若闻嘛 你当然知道 这个闻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以心在应心 以觉在应觉嘛 若闻嘛 你相信决心就是如此啊 哪有真正的烦恼呢 当你真正大山的名字 走进你心里时 你过去的烦恼就不在了 这叫什么 这叫做脱胎换骨嘛 脱胎换骨就叫往生嘛 你若是真正心中 能够称量圣人的名字 你当然脱胎换骨 如果过去 你为什么会脱胎烦情 脱胎烦恼之中 难以处理 就是心中念念之处 潜在意识 诸词凡人的名号不舍嘛 诸词凡情的名目不舍嘛 所以现前都是如是法 你要知道 那个名字 若闻我明是心性的 所以心性若是有如是名识 我当然相信 那具体都是圣人的光辉嘛 都是证人的作用 那叫往生嘛 必得往生嘛 往生就是什么 群性 变化 整个心性 它已幻变 变完 所以我讲到若闻我明 是 我看的行者讲若闻我明 我看的是信用 凡夫讲若闻我明 追相 逐相 你念念在文字上 都看到都是逐相 那表示什么 就是凡夫啊 所以他永远不知道 那个入文我明 那个四十八月是谁说 那是法藏 比丘说的 法藏菩萨 因为有的人误会 老是说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所以我说 古德说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古德是见信人 他与心信的人 要像学这个信的人说的 所以讲这句话 不是过学 因为讲到这个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讲到是果地 果地的四十八月 因为见信的关系 所以信中一定有信用 我讲果地的四十八月 知道信的人 他就会看到 阴地之中的成就 我指果 你就要知道阴嘛 我指到阴 你就知道果在哪里 孩子要好好读书 那一念心 你看到那一念心 是阴地心嘛 他从这一念阴地心中 知诚不知诚 你就知道他将来 果地诀在何处 那将来跟你讲到 他的学问的毕竟 那是果地诀 所以他就能够 发起阴地心嘛 讲到跟小爱子讲说 将来读书的 要有些好处 读书的 对你将来的人生的 真正的作用 那是果嘛 可是你懂得这个果实 你就自然而然 就会耗耀发起 向往 那是阴呢 那我指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你怎么不知道是阴呢 阴是哪里 阴是法障 与求马 法障 法障是什么意思 法障就是在如是法中 为自己 常居 常聚为障 为自己 不断开显为障 所以障有两种项 一个能障 两个能出 你指能障 不能出 不叫保障 能障能出 叫保障 他不但为自己 能够这样的积聚 也能够为自己这样出事 开显智慧 他叫法障 你要是真正知道 这是法障菩萨 法障彼修法的事的八月 为什么有时候讲菩萨 因为这一念心 就是你将来心心之中 念念大明的智种 智慧种子 叫做菩萨 这一念心 是你现前种种 已经肯于面对 所有一些行为之中的 亲近向往 那叫彼求 彼求要进行 它一定有两个像 一个是彼求像 一个是心种的菩萨像 一个是现在行为的亲近像 一个是心中种子的菩萨像 所以又称法障彼丘 又称法障彼丘 你要是真正知道这个因 你在念四的八月 你不是其他阿弥陀佛来接你 你在念阿弥陀佛 四的八月 就知道你现在应该什么 应该立什么样 法障 菩萨的大愿 法障就是立如是愿谷 所以现见彼陀 他见就是正见 正德 他不是自体外在见 叫现见 那才叫真的现见 你要是真的想要 能见阿弥陀佛 因为你已经知道决心了 知道那个佛信了 也就是信愿行开始 那个信了 你当然知道 就是你要立如是愿 将来就在如是愿中 显现的就是弥陀的光明 弥陀是总相 是果德 那最初的因地就是 积聚什么样的愿故 它叫果德 最后叫至善的名字 叫果德 那你要知道行持 种种世间善故 何惧如是种种种善 邻居这种种善以后 他突然在这个邻居当下 他就变换成一种大象 另外一个图腾 那叫阿弥陀 所以你知道这个果实 你就知道它一切的因 那你当然知道 为自己积蓄 那这样子 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个信用 真正懂得这念心 谁念弥陀 不其欢喜 谁念净土经 不其欢喜 谁会念净土经 还在那边不断地依赖 就是因为依赖心故 所以有些老菩萨 念二十年三十年的一些 弥陀阿弥陀佛 不改心性丝毫 不改其业这样子好 为什么 因为最初念是 因地心中 根本没有向往意 因地不争 果照欲去 你将来能看到弥陀 我也输你 心在二三十年 一点感觉变化没有 那你将来怎么看到净土呢 假如我看到你心性已变 就是心土已经在变化 我当然相信如是心土 将来见到如是装沿土 所以为什么会造成如此 就是一切法中 不讲心不讲心 不讲心不讲心 那都是世间外道 所以连五蕴 讲到说五蕴皆空 都是什么 都是 五蕴都希望 一体拿掉 那都一体拿掉 那根本不认 本来灭 所以讲大希望时 你不认本 旧神希望 你认本时 五蕴就是根本心中的智慧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师父想要拿这个 内言经这一段来 把这个五蕴 先让你们了解 更能够体会一下 这个教材 这是在内言经中所讲的 释迦摩尼佛告诉阿难说的 汝犹未明 一谢夫成 诸幻画像 他讲的就是阿难 阿难是谁 阿难是佛侍者 佛侍者 是佛的人 这个不用我介绍 你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佛侍者 阿难是佛侍者 那在自信之中 什么是阿难 一个行者 已然懂得归家 念念在这上面 就像刚刚讲的一句 立信 知道我有如是大觉 我也如是佛性 念念之间 在这边开始 勤肯 在这边服侍 如是决心 服侍 如是自己的这些愿力 那一念心中 一名阿难 那一念心中 也叫阿难 他就开始服侍于佛 心中也是服侍于佛 然后就在你念念服侍于佛 你会发现前面 所有一切的心形的智慧 他就能够处处显见 但是每一个显见中 你都不会离开 你念念是佛的 是佛的这种决心 跟毅力 这种诚恳 然后所有的一切 过去的一些行为举止 一切世间的所有的应用 一切作用 它都能够什么 都能够变成将来的智慧的基础 都会变成回光 都变成你根本心中的性命 你永远还在这个适者上面 但你会先把所有的一些智慧 成就张扬成 那个智慧张扬成就好像 都叫正阿罗汉 唯有这一念心 其他全正阿罗汉史 就是你任何的念头 方方面面 有点像类似讲到 阿弥陀佛经常 一念一心中十念 一心中 你要看到方方面面 这一念心 还在向佛之中 置成梗戒学习 可就会发现 其他的行为 一切的作用 已然正德都是决心 都是信体 那等你完全正德时 这一念心才能灭盘 所以阿难一定是什么 阿难一定是最后正 你那一种子最后正 心中都是最后正 诸佛现前 阿难都是最后正 一切诸佛现前 你那个心种就是最后正 一个小孩子要读书 那有一念心 你念念之间 置成梗戒 去呵护他读书的心 面面地呵护 服事 心情 置成梗戒 所以他就会发现 很多的行为 他就融入在学习的气氛里了 直到他所有的行为 都成学时 都成就了大的学问时 这一念心才消失 最后正 这叫阿难 所以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他要讲说 如由未明 一切浮沉诸幻化相 在这个 是佛当下 既然念念之间都在决心上 那你当然要在过去的一些行为当下 你要更清楚心体的作用 那打算在世间 都是过去的一些感受 那叫浮沉 如幻化相 所以浮沉者 浮沉 什么叫浮沉 浮沉都是水种种元气 因缘的气氛 飘蛊 它都在飘蛊 从来没有停歇 就是浮沉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 你举目所望 你感受到的都是什么 都是在飘蛊 从无停歇 那叫做浮沉 那有些人说 我眼睛看到 这树木都停在那里 大山都停在那里 我不觉得它没有停歇 所以都叫望见 全属望见 那个象虽然在那里面 但所有的一切都还是什么 都还是深深灭灭 从来没有停歇 那叫深灭 岔罗深灭之中 它从来没有停歇 要是没有这个深灭 连点生机都没有 事件之所以这么盎然 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深灭所起 有的人说 我只要深不要灭 你只要深不要灭 那怎么感觉到深呢 全部那个深 假如说只是一象 就是一形一象 那就从木头 就停在来不变 就木头 木头还有深吗 深灭是在哪里 看到的深灭 处处见深 它有深灭嘛 事件上讲 深灭要然是 处处都有什么 深灭嘛 所以就如同 草木发那个青芽一样 都有深灭 慢慢不断地变化嘛 所以每一个深陷前处 就是每一个灭 处嘛 每一个灭之处 所以你不知道 那个灭 它就是担当生起的 就有点像 不知死焉之深嘛 你抓了那个深 你不要灭 那个深就成断灭了 就是有灭故 所以才有深 因灭 你才见到深的 前一念灭 后一念就深了 因为它一直不断地 在这边深 所以它是因为灭 才知道深了 因为不断在这边深 所以你才知道灭啊 因灭之深 因深之灭 假如我们的生命 在妈妈生我们时 一到地上 你就那样 很不变 也不老 也不干什么了 那生命耐着 你就算能够 挺一亿年 不过就是一个木头 怪胎一个 什么都没有了 你为什么会觉得 生命盎然 觉得生命活泼 觉得多彩多姿 是不断地生灭嘛 不断地生灭 有福报的人看的 就是生机盎然嘛 不断地生灭之中 无福的人看见 都是什么 从此以后 都是走向死然嘛 死级嘛 但是不然走向死级 其实都是什么 生机现前处 你为什么说 走向死级 都是生机现前处 因为它全部的生机 生机的那个像 变成死级 但是那个死级的像 也是念念在生死级的感觉 你也觉得死级的感觉 都是念念在生死级的像 那念念死级都还是生 假如说 他的死级是真死级 他没有念念身体死级 这个人他就不会得忧郁症了 最初死级就死级了 不会忧郁 忧郁就是 一直念从身中都是死级 那他不忧郁才怪 全是生 但却把身像看成死级 所以就是这样的生灭 你才觉得 才有生机的 所以你感觉到一切世界 你看哪一个 没有生机 凡有生机的 都刹挪生灭 凡有刹挪生灭的 那都是浮沉 诸边画像 都是浮沉的 随一元所现 所以浮沉诸边画像 从无停歇 根本没有停歇 不过他那个像就是站在那个土地上 你以为他立在那里 整个土地也都在变 整个都在变 树也在变 土地也在变 你觉得山石土木 他无处不变 没有依法 他暂时停歇 没有依法 只不过我们是被一个大象 茫然大象所谜 以为他在那里 但是在大象期间 那象状期间 它也是处处生灭 处处生灭 所以它都是出幻化相 它都是变化而起的 不但是现在见外里 身体也是一样 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 肉体也是一样 所以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什么叫当处 处就是交发现前 交通的交发 就是发现的发 交发现前 明其所在 你能够明白他所在 就是处 这决心它是随缘交发处 缘起交发处现前 你能够感觉到 那种法就其所在处 法中能现处 就是那个处 这当处现前处 当处出生 可这也就是随处灭尽时了 也就是随处灭尽时了 这种灭尽就是什么 你看看他身时 他当下就灭 假如当下不灭 下来根本不生了 下来根本不生就叫断灭 那就叫断灭 神绝体断灭 那事先万法 事先是有一切 那没有断灭 因为决心从来不断灭 所以一切万法 不可能断灭 所以你一想到 那个灭都是什么 从决心中之灭 决可以之灭 决也从来不是灭 所以决在之灭之时 就是决身之处 所以他下一点就是生 你不知道这个灭 也不知道这个身 所以他都是焦发术 所以当初出生 随处就灭 这有点像 类似我常讲的 那个孔子跟颜辉讲的 《回眼见心》 《交密非语》 也是这样 心就是什么 心心生灭 心 就是这种心心变化 这个心 就在心旧交替当下 就是灿罗之间 有心旧交替 可就在这个灿罗之间 你看到那个我就已经交替了 就在交替 因为才有交替 所以我才能够 随缘一直不断地什么 不断地显现 不断地有生命的存在的感觉 不是这样的 不断地生命交替 那怎么会有一个生命 不断地感觉呢 所以有的人说 有的人害怕老死 你没有老死也没有生命了 只是你抓着那个像 不知道你根本 这期间的本末因缘 所以总是直像 所以才会就在这个像中 起成恐惧 然后再怀疑老死 所以说我有死 从此以后 你再跟你讲 其实你的本来面目 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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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灭 你再也不会信了 因为一直抓着那个感受 主要在感受的末中 你当然不知道 那个大我是谁 总是在那个大我 在那个小我当下 不断地指我 但是直信思维 那些指我 那些小我之中 用哪一个真正合成是你 为什么他不能合成是你 因为他也 岔罗生灭 孔子都说 我交臂非一眼 你看着就不是 上一念的我了 我现在那边 不断地指我 比较可怜吗 所以他追逐不了 所以才会 云始越运 周刑案一样 你才会感觉到 有那种恐惧随其成生恐惧 实际上就是在当初 当上出生 随处灭进 幻旺成相 就从幻 这个幻字 我们不要把它讲成 众生业力中那个幻 我们讲到大学心理上 你只想担当 那个幻就是什么 随缘变化 变化 缘幻 随缘变化 就在这个随缘变化上面 它在流亡于 那个幻或是幻灭 那流亡于 一切 刚刚讲的五音 那个音是一样的 流亡一些作用 本来它是能辟印的那个音 所以那个音就是女 那个音字 本来是那辟印的 你却在上面流亡于音 就是旺 你从那个变化 随缘变化 流亡上面成相 那个相就成了旺相 这就叫做幻旺成相 不是我们过去幻旺 以后说的那个相 这个人可能还不太明白 心体的作用 心一定随缘变化 可是你躲在以为真有变化 心一定它也能够 献出种种的辟印 这个现前 你却躲在什么 流亡在这个辟印上了 就成旺 你在这个变化流亡的旺值上 成相 幻旺成相 那这个相就成了什么 相就成了无名 假如你要是离开这些幻旺 那个相本来就是什么 本来就是你体相用的大名 那是相 一些法中叫相体 所以这样幻旺称相 你还把这个心中的那种作用 你要写得出来 心中的作用 你是真正就在这个作用上 流亡于音 流亡于那个五音 因为我要讲五欲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望子讲清楚 那上面那个望叫流亡的意思 它不是亡灭 亡有很多种意思 流亡 就是流亦 流亡在那个女像 你既然是流亡 他一定有个像 他一定是什么 背离决起 所以也叫亡灭 流亡在这个音像 在这个上面成像 但是你不知道 他真正能够限制 那个奇性 真为妙觉明体 你这么希望 这个根本 现前能生如是 这么多希望的 那个性 所以叫新生 那个性 最初生起来时 其实都是你的妙觉明体 是根本你的大觉明体 要不是决心这样子限 不是禁止这样子限 你哪有感受到 那个变化的感觉 禁止现实 它就有向外 披腹的感觉 披 一个提手旁 一个披 向外披 披着那个披 腹 披着腹的感觉 但是事实上 连这个手势都不必得 不可得爱 连这个披项都不可得爱 但是不可得中 你要明白 一定有那个披项 不可得中 还要适其得 不是不可得 什么都没有 那叫断练 你为什么能够适其得 你明白其得 你一定不跺在得中吗 这就是汉传佛教里面最深的 你不跺在 你真正认为有所得上 你才能够知道 一切怎么样形成的 你要跺在有所得上 就是跺在一切作用上 你反而失去作用 你是哪个作用 就让你明白一切作用时 你反而是什么 你反而是超越作用 既然是超越作用 它叫不可得 法法在这上面 不可得 那不可得中 它叫你什么 它叫你担当 一切作用 大名 不能大名的话 那你就要是 还得了一个不可得 你还得了一个不可得 那这个不可得 就叫可得 那都是在 那都是为佛门诸教 都叫做自己绞绕而已 都在言语之间 自己绞绕 还都在可得上 所以这才要大名 本来就是妙觉名题 它不然就能够显现 显现时 既然它就能够有这个皮肤像 所以你就感觉到 它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变化 但是在这变化上 说变化就神旺 但是不明觉体能够有大化 这个人叫做 就失去了德恨了 失去智慧了 德中就一定有大化 一定能变 师父会叫你反复思维 就让你去 反复让你这样 一直不断这样讲 就让你反复思维 习惯这样思维 因为你不习惯这样的思维 所以有时候 你就在想十九 有时候就卡在那里 我们出家是这样的思维 不断自己在心理上 不断思维 二十年 在德中不德中 你在不断地思维二十年 所以有的时候 自己的念头里面 那当然现在还是凡夫了 自己的念头 自己的思维上面 还会卡在那里 找不出那个境界了 所以你要专门 一直在思想之中 去找出一个出路 永远不是 永远没有办法 后来终于知道 诀窍 去跳开那个思想看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观自在 你永远站在绝体上看 你不要随着那个感受 一直不断地向下思维 你永远 钻不出来了 因为你已经被它所迷惑 你跳开它来时 你反而不受它迷惑 就好像孙子兵法 敌人攻在门前 你若是紧张杀敌 想尽办法如何破敌 看你的气势 可能大败了 你已经受它的势力所获 受它紧张 再说威猛 已经交兵必败 再说勇猛 交兵也办 也看到了气定神贤 没事还下棋了 圣卷在握 根本不为它所获 所以它才能够 能够克敌至圣 才能够看出贼目 才清除贼目 所以有时候修行 尤其在一些思维上面 思维没办法在上面 能够体会时 就知道自己 一定是钻在思维像中 又被气愤 又像过去的业力又坐在前程上 然后让自己坐一坐 打打坐 让心中静下来 体会在决体中再看 不随它的气氛中去想 突然 九二九十零会发现 你真正就看到 你过去你看不到的另外一个角度 你真正思维出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还没开悟以前 你稍微感受到那些决心的作用 那种感受都是着相而已 但是那个像中居然还会 给你有如是的发起 所以决心不可思议 那决心不可思议 所以那个信像之中 就是你的妙觉人体 它现前就是这样的妙觉 它一法不少 所以要是一法弱少 你根本看不出那个境界了 境界就不能显现了 所以就在这里 它还会现出逐望 现出变化 现出逐望的那种感觉 但不知道逐望跟心图变化 都是大决明体 过去叫你不要逐望之时 才跟你讲说 在望之中还有一个亲近的决体 到将来你真正体会 那个亲近决体时 我跟你直接说望 望就是你的决体 那要担当一切望 什么叫担当一切望 就好像你真正知道境界之时 你过去是因为受近色的迷惑 我才跟你讲 近色之后有一个清明的境界 从来飞色 它就超越一切色境界中的视力了 这个人好不容易终于走到境界 看到境界 他看到境界时 真正看到境界时 他也是不离开色的 他全然在色中才发现 原来我怎么过去是 水族于色的视力 从来不知道境界原来清静 那这个人说的境界清静 是全部在色中缩近的 他没有离开一面 没有离开色 这种人说的全面都是找到境界 全色知道是境界时 害还什么 从此又敢担当一切 境色变化 他怎么样渲染成色的 怎么样起成视力的 怎么如何在境界面前 如何枯成幻觉 变成色的境界的 他都能担当 为什么能担当 因为心体深处 境体不失嘛 那当然担当 你怎么变我们担当 那叫什么 那担当一些望 过去明明也就是能够这样做 可是你就坐在望中了 没有那种视力 没有那种变化 那还有镜子吗 觉体也是如此 觉一切感觉的时候 其实那都是决心的 决心看感觉是大明的 就有点这个辟语讲得不太好 但是得稍微让你们集会一下 就像看那个动画片 有的看那个动画片 有的摄影的技巧 故意一个镜头先照下去 那个先是 先让你看的是那个图画 然后镜头再照下去 拉近 拉近以后那图画就开始动了 开始动了 就开始动了 那意思是 本来是你知道是图画 然后拉近以后它就动了 决心也是 决心见一切物都是大决 其实决心见物 随缘的时候都是一个像一个像 都是一个像一个像 和就在这一个像一个像 我们中间的相续 不断地业力地串联 你开始就在上面活动了 你在上面活动时 你已经忘记了决体的活动 忘记决体的活动了 这个一活动处 你全部打站在其中 就不知道 它是动画的 它是画的 不知道是随缘限的 学心啊多少 我已经讲过说这个屁欲不见得很好 但是这里可以去思维思维 你要是真正体会心进水 你会发现每一个念头处理 每一个念头的变化 心心 心心术法 一切心心 它的心所现前 都是一个一个 从这个因缘限一个像 到一个像 不断地再衍生一个像 像现在那个电脑一样 那像片是这样的线的 啪 一个像这样的线 可能却把那个像 啪 连成 一串 活动 其实都是这样的线而已 所以你会知道 那样的现实 其实就是决心在那样的线 这样的现实 它也不动 但是不动 不爱它这样的线 它也知道 最后这样的线 什么样的因缘固 它能够串联成洞 所以它也会知道 世间活动 都是这样的 学习 也真的慢慢参与 所以古德在参与这些决体的时候 真的它的正直决心 它也知道 根本不动 它才能够知道 有不动的清静 所以六祖才会说 不动中有动 动中有不动 这是真正感到这个决心 不动中 它处处能随缘线 但线处 这句话你要听清楚 不动它随缘线 但线处也是绝啊 这是随缘时 你仿佛有二啊 这个关系 若是你还没理清楚的话 将来你当然很难去体会 它是随缘线 仿佛有二 镜子线处近色 近色就是近色 它不是玻璃啊 这个要再重讲一遍 那近色你觉得是动啊 那全部那个动 其实就是它的不动体啊 因为它是不动体 它才能够随缘线 它假如真动了 镜子变成黑了 叫做真动了 镜子变成黑了 从此以后就不能照白 镜子变黑不能照白 它就不知道是黑了 那镜子就不存在了 镜子为什么它能够随缘 随缘叫做动啊 随缘当下就是因为 它法法不动啊 法法不变 所以这有点类似古人讲的 你不变才能硬万变 所以能够万变当下 它一定永远不变 假如这一句话 你要是听懂了 那你再思维 你现在每天感受到的种种变化 每天感受到喜怒哀乐 一切烦恼 你就会体会到 在这么大的 浓厚的一切烦恼的势力当下 一个不动的心体 不动的绝病 那就恭喜你 那你就是说 最初尊教佛弟子 大众合照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功德 皆功臣佛道 皆功臣佛道